朋友们好,今天我家店 附近马路上,市政府施工 所以有点噪音,大家就多多担待吧 咱们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里生活 这个噪音是常见的现象 你要想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你必须适应它 必须接受它,必须容忍它 这是必须的,如果你喜欢清静呢,那你只好到郊区去,到农村去 那是相当相当的清静,但是呢 我就比较喜欢这种车水马轮的这种情况,热热闹闹的 经常有人经过,当然我这店更需要这样了嘛 有一定人的流量,才能有钱的流量嘛 最近我们是建筑工人休假期嘛 大部分的市民呢,也都跟着一起休假 他们到澳大利亚呀,到新西兰呀 到古巴呀,反正是到稍微凉爽点的地方去玩去了 当然,也有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他们留了下来 我这隔壁呢,就这马路上有这个管线爆裂了嘛 因为毕竟是老城市嘛,所以呢,市政府派工程队 雇了一部分私人的工程队在这紧急抢修 所以就有了这种噪音 在这呢,我们顺便再聊一聊加拿大的房子的情况吧 在加拿大买房子,通常我们是不做装修的 如果你买旧房子,如果买的是独立屋 你可以里里外外的把它装修一下 甚至外面,马路啊 或者是你的其他的格局啊 甚至把房子全部拆了,重建,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买像咱们国内经常大家买的那种公寓式的建筑 那你基本上进来什么样 买的时候什么样,你就住什么样 你也没有权利对里面,哪怕地板进行更新,进行拆掉的重新换一下 或者是你什么,弄个隔断啊,或者是打铜哪有的墙啊,这都是不行的 咱们住公寓,就是,其实我这个店就是一个商业公寓嘛 进去之后,你就买了空气 就是买了这个空间 墙你可以装饰,但是墙的资产不是你的 是人家整个公寓集体的,公寓委员会大家的 但是,授权你,里头挂个画啊,或者订个东西啊 装饰一下,或者上面安个灯啊 这都没问题 但是呢,你如果搞大的动作,那是不行的,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加拿大买房子都是拎包入住 所以,我们在加拿大买房子,大多数情况都比较省事 都没有装修这个环节 买到什么房子,就住什么房子 当然,也有人专门买那种破房子 买了之后,就像我前面给朋友们聊的那样嘛 他把它进行升级改造 然后呢,他到处找毛病,只要找着毛病,他就消灭掉 如果毛病特别特别多 他就整个扒了重新建设,我已经有好多好多的朋友 我老婆,她不是地产经纪嘛 她也有不少客户就是这么干的 就是凭着这样发财的 然后,比方说,她花30万买一栋房子 然后,她把它升级改造一下 价格呢,价值呢,就是增加一倍,卖60万 或者,她把它拆掉,再重新建一下,建大一些 挖个地下室,上面再多几层 再好好布局一下,完了,她就能卖一两百万 就是,他们现在炒房都是这么炒的 不是说买了,等着让她升值 这个呢,就是比较难 时间也比较长,很多人等不过来 好了,我们就来聊乌克兰吧 乌克兰现在打仗,他们也在算账 就是说,怎么样用比较低的成本去获得 比较高价值的目标,就是击毁敌人比较高价值的目标 以前乌克兰对付俄罗斯的坦克啊,它比较依赖导弹 这导弹呢,他们用的款式也比较多 有英国的N-Law导弹 有美国的标枪导弹 也有他们自己的Stania P等等的一些导弹 这些导弹基本上都比较昂贵 他们自己的导弹也得一万多美元 像美国那个标枪导弹 英国的N-Law导弹,发射一颗呢,就相当于 买一辆奔驰轿车 也是差不多五万多美元了 所以打出去也会很心疼 现在呢,他们改用了无人机 无人机当然比较慢,它的冲击力比较小 但是它的爆炸力是可以的 可能他们在设计无人机攻击坦克的时候 他们呢,也参考学习了 N-Law跟标枪导弹攻击俄罗斯坦克的 这些比较好的一些方面吧 就借鉴了很多的因素 就是,只要在坦克的顶部爆炸 然后用高速的这种射流 不管是金属射流也好,其他的射流也好 然后就把那个炮塔给融穿了 进去点燃坦克内部自己携带的弹药 然后造成迅爆 我们就看到了开盖的那个场景 今天早上在国内的西瓜头条上给朋友们分享了 一个视频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啊 就炸了一个坦克,就炸成渣渣了 炸着开盖了 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想呢 一般无人机或者地雷打坦克就把履带给炸断了 让它失去机盾力 然后坦克的成员就跑了,然后呢 他们就用无人机或者用其他的装备 慢慢地把坦克再销毁 以前都是这种打法,现在直接用无人机把坦克给开盖儿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所以给朋友们分享了 以后可能,乌克兰军工的发展方向 就让炮弹长眼睛 炮弹长眼睛当然有很多的方法嘛 把炮弹无人机化,这就是很好的办法 现在他们初步成功的就是把排击炮弹无人机化 把排击炮弹直接绑在无人机上 然后无人就过去冲撞敌人的重点目标 然后引起爆炸 再就是直接投掷排击炮弹 这个我们见得相当相当多了 视频也分享了很多很多,就不用做 过多的描述了吧 然后在战线上,这两天乌克兰也取得了进展 在巴赫伯特的南部的 克里斯尼弗卡 好像乌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那块地方 克里斯尼弗卡 东南面有一个小村子,叫安德里弗卡 好像完全给控制了 现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对敌人的这个包围圈啊 收得更紧了,在南线扎波罗热方向 有一个小村子叫旧马约尔斯克 乌军也攻了进去,据说也完全控制了 但是呢,这些消息,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安娜马利亚尔 他并没有宣布地图上也并没有标注出来 所以我们就继续等消息就行了 另外就是在 库皮昂斯克方向 俄罗斯国防部他们宣布 他们已经控制了三个小村子 但是呢,乌克兰国防部说 他们在散布假消息 他们并没有完全控制 在那个村子里头,还是有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抵抗 就是说,还处于拉锯战的状态,敌人进来 可能控制上那么一两个小时,马上又被打了回去 然后乌克兰部队呢,可能 也会被俄罗斯人给赶出去,就是还在拉锯,还不稳定 这个呢,我们就接着往下关注就行了 就是战场上有进有退 有各方呢,都在试图让敌人随着自己的这个节奏走 就是说,自己把握战争的主动权 这个我们接着往下看,这是比较有意思的 在南县赫尔松地区啊 乌克兰军人在安顿尼夫斯基大桥的那个南端 他那个桥头堡已经相当的稳固,而且好像现在部队 已经进入了,就是距离那个桥头堡很近的 就是俄罗斯控制的赫尔松的一个城市 叫奥利斯基 据说呢,打的也是相当激烈 但是乌克兰没有宣布,我们把它给占领了 只是俄罗斯的很多的军事博主说 乌克兰已经在那个地方也取得了相当大的优势 因为在赫尔松方向,俄军就是比较空虚嘛 这个呢,将来可能也会出现令人相当惊喜的这个场面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 乌克兰的两个情报人员吧 哪两个情报人员呢? 就是咱们家泽叶泽隆斯基的左膀右臂 他的两个少将 一个少将就是大家熟悉的基里卢·布丹诺佛 他是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局的那个局长 他是属于列子尼科夫领导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就是乌克兰国安局 那个局长叫马柳克,他也是个少将 他是受泽隆斯基亲自领导的 泽隆斯基在刚上台的时候 他把他自己的小时候的玩伴 就是他的亲信安在了这个位置上 但是在2022年7月份的时候 就是泽隆斯基把所谓的自己的亲信给撸掉了 因为他总是就是这个情报工作 不是很专业嘛,他原来是写博客的 就像我这样做自媒体的,耍嘴皮子的 搞情报,他确实是不行 人家就把他给撸掉了 然后就把这个老情报官 马柳克就放了上去 就是马柳克就做得相当相当的好 就是马柳克呀 他跟布丹诺佛配合得也相当的好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包括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啦 包括就是袭击克里米林宫的金顶啦 包括袭击俄罗斯放在白俄罗斯的预警机啦 等等等等都是相当相当精彩的 今天他还发言了 就是正式聊了聊他们怎么样去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 也是相当相当有意思的 可是呢,我最近的店里活儿比较忙 我没空给朋友们去翻译 我只是把那个视频等会儿 我稍微录个评,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就行了 比较有意思的是,基里洛·布丹诺夫跟亚里山大马柳克 他们两个人都是八年后 布丹诺夫呢,是1986年出生的 马柳克呢,是1983年出生的 两人相差三岁,马柳克稍微大一些 就是两个人都是少将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们大家祝贺乌克兰陆军总司令 希尔斯基上将 他58岁生日吧 这个生日,对他来说相当的重要 是在战火当中度过的 可能他也吃了蛋糕 希尔斯基对乌克兰来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 他呢,不仅仅自己有相当 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而且呢,还是个伯乐 还发现提拔了很多乌克兰部队的 优秀的军事人才 我们大家熟悉的扎路日内 据说就是由他拔着上去的 拔着成他的上级领导了 这个人心心也是相当相当宽广的 这就是乌克兰,这就是乌克兰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喜欢乌克兰,支持乌克兰的理由之所在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 拜拜